李小萌不仅是同心出档,还长了一张非常简林的娃娃脸。 出演第一部作品的时候是在她15岁,与冯狗、吕丽萍一同出演的电视剧《谁说我不在乎》,在剧中她便是冯狗的女儿。 而李小萌也因为顾小文这个角色,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。 此时她只是一个16岁的小女孩,虽然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,但在她毕业之前就已经在娱乐圈享有名气了。 2003年的金鸡奖的最佳新秀奖,她在娱乐圈中享有名气,2004年便已经从女N号晋升到女二号。 这在那个童星还是稀有品种的娱乐圈中是显有的。 即使是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之后,李小萌的演艺事业也并没有因此而终止, 反而迎来了全面的小高峰。 2014年对李小萌来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,不仅平凡的世界热播, 更是与丈夫王雷共同出演一部作品。 2013年也就是在李小萌的毕业典礼上,王雷在全校失声的注目之下求婚成功, 两个人交往了七年之后,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,在你大学毕业之后,我娶你了吧。 李小萌与王雷的婚姻是娱乐圈中鲜有的, 一加一大于二的婚姻。 两个人在结婚了几年之后,依旧可以保持初恋的感觉。 虽然有了孩子,但这并不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, 生活也因为孩子而变得更美好,更完整。 最难能可贵的是,两个低调的人凑在一起是真的很低调, 即使是结婚,也没有大张旗鼓,私下里更没有炒作,没有黑料。 为了老婆,王雷甚至还拒绝拍吻戏,拍机前戏, 这在男演员中真的是少有的。 在大多数观众的眼中,王雷和李小萌可能不是很红, 但对于他们来说,比红更重要的事情是幸福。 即便是以幸福著称的吴奇龙和刘诗诗, 和这两位相比也是小无见大无了吧。 似也可是在婚后还拍了吻戏的, 而戏里戏外两人都是一个样子, 在娱乐圈中也始终是不忘初心。 在有了孩子之后,李小萌为了孩子也渐渐的隐退了。 在2016年以后,李小萌便没有作品了, 这样死心塌地的爱情真的是值得人们去敬佩。 而李小萌能够收获如此幸福的生活, 不仅是运气好,更是遇到了好男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